今天带大家看年轻人第一辆豪华品牌后驱大马力轿车 看到这儿就有人问了1.5T算什么大 其实这台车很多人滴滴滴滴懂得都懂 而这次呢我们除了静态体验这辆CT4之外呢 还会问一下终端的销售老师 这辆车目前的优惠落地价格情况 以及后期的一个方向和走向 咱就是说这辆车要是优惠很多的话 这竞争对手不就直接是什么A级车了吗 那不是得杀疯啊 还买什么思域昂克赛拉行客这种标榜运动化的车型 直接上CT4去啊 你看看这辆车虽然是1.5T 但是整体的动力水平也是非常出色 1.5T的机头做到了211匹270牛米 同样匹配的都是8AT的变速箱 更加难得可贵的是呢 这辆车还是纵直后驱布局 还保留了底盘调照和各种铝合金件的配置 所以说这辆车如果再优惠优惠 可以说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整个外观呢 也是非常经典的凯迪拉克家族式的设计语言了 其实凯迪拉克的轿车 你不管是CT4 5 6 其实我觉得这种设计语言 以及整体的车身比例 放出来最好看的就是CT4 这种宽体低趴的感觉 以及灯足的这种设计真没毛病 而在类似部分呢 就更不用多说了 这一点也是见仁见智的 反正我个人一直觉得凯迪拉克对吧 作为美系车 它的用料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整体的设计可能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 当然这句话并不包括奥特能平台出来的类似 那接下来呢 说说本次视频的关键 那就是优惠 先看看价格 作为1.5T版本的凯迪拉克CT4 这次的指导价是去到了21.97万至23.17万元 话不多说 咱们去问问销售 这辆1.5T的凯迪拉克CT4 终端现阶段落地到底多少钱 后续优惠空间还大不大 好了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辆1.5T的CT4 目前终端现金优惠是在4万5左右 终端主推的是豪华版车型 算上优惠落地也就20万出头 这样算下来的话 主要的竞争车型就是奥迪A3 奔驰A级以及宝马一系 最后是你会如何选择呢 是趁着最后一波购置税补贴上车 还是做一个等等档 等它优惠下福一波 去调达合资A级车的时候 再去支持凯迪拉克呢 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